大家好,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,台风摩蝎将大陆的豆腐渣工程打得彻底线性,这也让我立即想起了最近新出的西游记游戏,就是黑神话悟空,大家都非常熟悉西游记,应该还记得里面有很多妖精会幻化成人,不拿如意棒一棍打过去都不会线性, 而台风摩蝎简直就好像如意棒一样,一棍打下去,那些人不像人,鬼不像鬼的豆腐渣大楼就马上圆形毕露,本身中国大陆就在不断发生天灾人火,还有经济崩溃,有大量的人失业,每一件事都已经够倒霉了, 现在又再来一个台风,又将大陆原本已经濒临崩溃的恶劣情况彻底地再次揭露出来,这一节要揭露的就是,台风摩蝎,把海南岛的大楼大部分都打得摇摇于坠,画面可以说是相当精彩,也相当触目惊心,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,在香港打台风也没有试过那么夸张,哪怕是台风山珠,台风山珠的破坏力非常惊人,这一次的台风摩蝎横扫海南岛,差不多把当地的大厦打得体无完肤, 结果在网上流传着大量的影片,也有大量的照片显示,有十几二十个当地居民在堵住窗户和门口,担心大风把整个玻璃木墙给掀走,这当然是非常危险, 而且触目惊心,因为既然有那么强的风力,所以你抓住门窗根本就没有用,只会把你的人连同一起捐走,所以要提醒大家, 千万不要为了救房子,或者是救一个窗户而一起被风吹走,因为风会把泥卷下楼,这次摩蝎据说把海南岛彻底打爆,伤亡惨重,而且还揭露了大量的新盖房屋,尤其是那些高楼大厦完全彻底不敌风雨, 其实一早就知道,当年香港的高楼大厦也一样,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去承受正面催泄的山主, 有很多大厦开始摇摇欲坠,在2018年受到山主的吹息的时候,整座大厦都能够感受到震动,楼下就不用说了, 所有的树木基本上都倒塌了,如果根据当年山主的强度来算,再来看海南岛,海南岛的摩蝎应该没有那么强劲, 但是却已经把海南岛的高楼大厦彻底破坏得体无完肤,整个窗台被捐走, 这就让中国内地的网民非常愤怒,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豆腐渣工程太多,结果不是被人民揭穿,而是被摩蝎揭穿, 摩蝎成为了揭露国情的专家,有不少的网民上传了照片,说自己回到家去查看情况,发现整个房子变得非常通透, 因为里面的东西已经全部被台风卷走,那当时所有的人去了哪里,因为当时躲在自己的房子根本就不安全, 所以就有大量的民众跑到了地下停车场去避风,这是正确的做法,除非是出现决堤,然后发大水, 不然的话面对如此强烈的台风,在高楼上会非常危险, 而在地下停车场就相对比较安全,但是这也让我马上想起了澳门, 在澳门曾经试过有洪水涌入,把将整个停车场彻底淹没, 当时里面的人当然是凶多吉少,所以在逃难的时候到底要往上走还是往下走, 其实真的要非常小心,结果现在有大量的内地网民分享, 说自己回到家里之后看到了非常恐怖的一幕,因为他们是住在高楼, 而内地建造的高楼大厦是跟香港学的,整个内地的楼市都是照着香港来复制, 所以他们也毫无理由地喜欢上了这种高楼大厦, 因为香港经常在强烈宣传,说住的高一点,看到的东西就漂亮一点, 可以看得远一点,但是不要忘记,香港是亚热带气候, 所以如果层数比较低,就会比较容易多老鼠和虫子, 所以中国大陆未必的每个城市都适合跟香港一样的建筑设计, 而且普遍来说,中国大陆城市的人口密度根本没有香港那么高, 所以根本用不着把大厦建得那么高, 而且如果楼层高也会有很多问题, 例如装修的成本会贵很多, 有很多装修都是不愿意跑到高楼层去做, 因为运送物资会非常困难, 更不用说停水停电, 还有刮大风, 在那么高的位置会非常危险, 而在中国大陆的建筑就更不用说, 不倒塌已经算是很好了, 以前动辄就能够看到中国大陆整栋大厦倒塌, 现在有大量的网民分享, 大部分的人都不敢留在家里, 整栋大厦的人全都跑到了停车场避难, 所以一个摩歇就好像招摇镜一样, 彻底把中国大陆的豆腐渣打得现行, 于是就有大量愤怒的网民在网上怒骂, 说这是重量不重置的典型例子, 也有人说偷工减料, 施工不意外, 被一个台风搞得好像被空袭一样, 也有人评论说不是摩歇墙, 而是畜生盖的房子太弱, 畜生当然是指中国大陆的豆腐渣工程, 也有人说这一回真的是回力标了, 因为在早前有大量的中国网民在叫嚣, 说台风杉杉要在日本打得狠一点, 结果现在回力标飞回来了, 一打台风就高下利剑, 但是跟在之前看到的影片相比, 我认为海南岛的大楼已经算是相对比较稳固了, 但是仍然有不少窗户和玻璃幕墙全部脱落, 事实上在中国内地很多的楼宇建筑, 先不说是否豆腐渣, 就连本身的设计就没有防风功能, 因为如果不是长期沿海的城市, 在设计的时候就不会经常考虑抵御台风, 而香港的楼宇之所以可以抵御,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香港长期以来都会受到台风的吹袭, 所以换了其他地方会很多年都不打台风, 结果一打台风就会出大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